氣質繁榮的火車站 人來人往總沒事情了吧 四年前發生了一位流浪漢都難以解釋的現象 汪老師 是 那時候6月6號的時候 這個日軍本來是北百川宮能久親王 領導的近衛師團 他從哪裡 本來是要從基隆登陸 然後發現說基隆 哇 這個火炮非常的強 可能沒辦法登陸 沒辦法這樣子在那裡進行砲擊 然後轉往哪裡 轉往奧底 奧底就是這個 我們瑞芳在下去 這個冰海公路奧底 奧底的地方 然後奧底也有清朝的兵在那裡住房 一看到說 哇塞 怎麼整個海面上全部黑壓壓的一片 全部是軍艦 嚇都嚇跑了 連站都不敢站 後來他們逃到哪裡 逃到瑞芳去 逃到瑞芳 台北那一方面講說 沒關係不用怕 你們只要殺一個日本兵 把他的頭割下來 我們就有重傷 大家一聽士氣大震 馬上就拚命的 把落單的日本兵抓過來 然後頭就把他切下來 全部拿著提著頭 就要去領這個獎金 後來竟然 前方又傳來 這個謠言又過來說 沒有 這個獎金全部被台北城那些兵領走了 你們都沒有領到錢 你們領不到這些黃金 這些兵很生氣 我們辛辛苦苦冒著生命危險 好不容易把日本兵的頭割下來 竟然現在這個頭沒用 然後就把他當足球踢來踢去 全部差不多四五十顆的這個人頭 日本的人頭 全部都丟在那個附近 然後這個剛剛講的北百川宮 冷酒清亡 到了六月六號 因為他是五月二十九到達的 到六月四號的晚上 沒辦法 身體受不了 因為那時候台灣的衛生的情況很不好 然後他到戲子的時候就已經生病了 然後到了這個戲子 剛好一個蘇大佬 他的第六個太太 他的豪宅在這裡 然後趕快說 親王不麻煩你來這裡住一下 我給你吃麵給你吃 因為台灣人吃麵是很普遍的 日本人是不吃稀飯的 然後趕快煎漢藥給他吃 然後冷酒清亡在這裡住了兩三晚 整個身體豪起來了 然後奇怪 這個戲子這方面 就在民國二十六年的時候 就做一個戲子神社 這麼功夫你看 連這個 我們看看這個和尚 這個是行祝神祖 日本和尚 主持這個戲子神社的安座儀式 非常的慎重 你看連這個日本的官吏都來了 然後那時候這個儀式 連這個陣容這麼龐大 有古號樂隊 所有的這些神 神明的所有的儀式 都照著SOP 照著日本的這一套方法做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那時候 二十六號 民國二十六年 正做的儀式 這麼的隆重 這麼的盛大 然後這個神社就變成什麼 北百川宮冷酒清亡跟天造大神 他的一個獄儀居所 就是在這裡紀念他 就是說他的DNA 都留在這個神社裡面 然後在四年前 晚上這個有一個街友 他就躺在這個走廊 因為他用紙板鋪一鋪 就在那裡睡 睡到兩點的時候 那時候是冬天 但是突然間 一股更強大的冷氣過來 把他吹醒了 然後他醒來以後 奇怪 不只這個冷風來 還有臭臭味 腥味很濃啊你 他一看 奇怪 整條路上沒半個人 也沒什麼路燈啊 晃晃晃 好奇怪 原來是一隊的 一大隊的日本兵 慢慢的走過來 慢慢的 而且很整齊喔 而且這個衣服雖然衣衫男女 但是看起來還是蠻整齊的 然後腳上還穿著PAPI PAPI就是一個拇指跟四個腳子 分開的那種交血啊 而且還打著綁腿 但是再仔細一看 沒有 他們全部不著地的 嗯 沒有著地 但是不完整齊 沒有人著地啊 然後慢慢的 三四十個人 就在那邊慢慢前進 然後前進在哪裡 因為他們這個 所有的石燈籠 鳥居 還有這神橋 還有什麼 Komailu 這個那一隊石獅子 就是破犬 都還在 就是說 日本人這些DNA都還在 他們就要來尋找 尋找什麼 尋找他們的指揮官 北百川宮冷久清房 慢慢的就在公園那裡 那一帶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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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繞繞繞 後來繞到哪裡 繞到旁邊的竹林下 慢慢的就在竹林消失了 然後 從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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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在这里 看到这个指挥官的欲移居所 但是他们也消失了 好 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都是怎么样 从阴界来到阳界 有时候阳人不小心会走到阴界 对啊 这个就是在南投 那个关高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曾经发生一个很诡异的山难 那就是说有一个登山健将 那个是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个登山高手 他百岳已经爬了三十几座了 那他有一次去参加一次那个重走 重走路线 那他们最后一个山的时候 就是要登巴通关山 那他们他其实这个登山健将 他这个老先生已经有一点累了 所有人准备都开始上去登顶了 那当然他觉得有点累 后来他只爬了大概半个小时 他就说他不想爬了 他要先回去 他说先下到关高的那个山屋等大家 结果没想到那个老先生就从那个巴通关山 这条路线走到那个山屋的那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不见了 因为后来翔岛他们下来说 怎么没看到他在那边等大家 大家还以为他已经先下山了 就第一个山有先下去看 结果没有 他还知道说他还留在这个山区 一次他们就赶快去报警 请搜救队过来找 你知道搜救队发动了三百多的人次 开始上来做大规模的搜索 那也就只有在这个路段而已 不断地来回这样日少 找不到 找不到 可是怪于的是在一个礼拜之后 没想到在那个这条山路的那个山沟里面 突然就有听到有人在求救的声音 他说是不是就在这个段来下面 一次他们很高兴以为说找到人了 没想到去把那个人救上来说 既然不是这个老先生 原来是另外一个登山队 莫名其妙掉到那边去 结果大家本来以为找到了 那没有 但是意外就救出了一个山友 那后来再过两三天的时候 又另外一组登山队也在这条路线 就是说不小心又最矮摔断了腿 然后他们又去把他救上来 但始终都是没有看到那个老先生 那一直到了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因为已经搜救了将近一个月了 后来大家准备都要撤退了 那有一个那个搜救队的那个队员 他就是拿着相机拍一些现场 然后甚至拍下照片 当作他们搜救的一些山岸的资料 没想到他拍完照片之后 在那边看他拍的照片 突然间吓一跳 他看到他刚刚往前拍的那里沙拉 拍到那个老先生 而且那老先生奇怪的是 他是反方向 就是说山路的反方向往那个地方去 他就觉得非常奇怪了 因为他们照理讲这老先生如果出现的话 他们这么多搜救人在这边 老先生应该会往他们这边过来 也没有 而且就算当时 可是他拍照的时候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看到他任何的身影 是在相片里面看到了 那后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是他这个老先生 他是不是走到另外一个空间 因为当时拍照的时候 很诡异的是 这么多人在这现场的时候没看到他 而且照理讲他们在讲话 在说话老先生也会听到 也会过来通通没有 那后来这个老先生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来看看 通常河流的盐水淡水交接之处 也要特别的小心瑞德大哥 是 没错 那么事实上我们都认为 鲨鱼是在这个海里面的 那当然 你一定是认为鲨鱼是盐水的 那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台湾刚关户的时候 刚关户之初 那么就在淡水河一直到关渡 现在的关渡 过了关渡都是鲨鱼的天下 其实曾经有一位19岁的陈姓男子 应该跟六个好朋友 那么他们一起因为天气热 像现在天气非常热 所以勇气非常好 就下淡水河 我们在比赛谁跟谁跟游过去淡水河 那么在游游游的过程当中 他们突然间看到勇气非常好的 这个19岁的陈姓少年 突然间这样这样这样 本来以为说是抽筋还怎么样被拉下去 后来好像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在淡水河 他那个要把宰湖宰成那个地方 突然间出现雪 然后紧接而来出现了背脊 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鲨鱼的那个起压 然后紧接而来 那个整个人就拉下去了 所以另外六个看到了以后 吓死了赶快 有有有有 赶快跑掉 最后在隔天 那么相关警察发现 他的遗体的时候 证实确实是被鲨鱼吃了 为什么呢 他的一条手背跟身上其他地方 手背不见了 被咬断了 然后其他的地方也不见 被咬得乱七八糟了 那么紧接而来开始在附近 从关渡一直往到 现在我们说的那个淡水 看细灶 淡浆细灶那个地方呢 不断地发生 鲨鱼攻击人的事件 后来竟然是因为 各位可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淡水河的河口 当年因为在中河的南四角 发生了一个废弃的 骑鲁冰工厂旁边 要处理几万颗废弃炮弹 处理不剩 引发大爆炸 整个中河南四角附近 大概方圆三到五公里之内 全部炸了乱七八糟 死伤大概有好几百个人 后来这些废弹 没办法处理 先一具新店 新店的人说 你不要给我移来这里 全部最后 由当年的国防部 全部丢在我们淡水河口 现在几万 全部都丢在那边 几万颗的炮弹 全部丢在那个地方 丢在这个地方以后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鲨鱼突然间从关渡这些地方撤退 撤回到海的这边 糟了 为什么 各位记不记得 以前淡水曾经有一个沙伦海水浴场 结果没想到把帕鱼丢了以后 那么鲨鱼群从关渡退了以后 他到海水浴场去咬人了 所以一样到海水浴场玩水的人 正在游泳正在玩的人 一个一个拉下去 然后他的大腿 海水浴场都不安全 对 整个大腿全部被咬断 因为如果你是溺水的话 下去的话 溺水不会整个肢体全部被咬断 那个痕迹就是鲨鱼咬 各位你要知道 被鲨鱼咬到你想脱坏 那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们看过鲨鱼的牙齿就知道 它里面是一排一排一排 有好几排 最多有四排 咬住了 你就算挣脱 你全部都是撕裂的 然后后来死了很多人 可是淡水河很奇怪 从此以后淡水河就不平静 有12个工人 就在当时被鲨鱼咬的淡水河 他们也是在夏天很热的时候 就游泳过去 12个人泳气都非常好 不知道为什么 其中有6个 就突然间 全部都是6个人 全部掉到淡水河里面 一次死了6个人 然后紧接而来 很奇怪的是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淡水河没看过 从他们6个人开始灭顶了以后 没想到从附近横跨 以前事实上横跨台北县市的桥梁 非常的少 但是后来一座一座的桥梁 盖起来了以后 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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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跳桥自杀 跳水自杀 所以后来因为跳桥自杀的人 太多了 跳到现在 到现在还在跳这个关渡大桥 所以后来就有一句话叫做 淡水河没看过 这个布袋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个又好啊来演啊 但是啊哪演啊哪演 天就是买空 地都是半枚 到底怎么回事 陆枯沟在当地啊 你去问老一辈的人 他会说 这边就是一个清水公园 可是你晓不晓得 之前在这边很多人溺死 溺死有两种说法 一种呢 我现在讲的都是 历史有记载的哦 一种说法是说 当年啊 日本人甲午战争之后呢 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日本来统治 结果呢 当时有很多的义友军 跟日本人对抗 就在当地发生了 很惨烈的遗议 就日军在后来 节节败退的时候 退到那边 当地的义友军很聪明 在陆枯沟的地方 陆枯沟那边 就把竹桥拆了 日本人统统在那边 全部淹死 所以很多水滚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是跟糖厂有关 刚才是战场 现在讲糖厂 日本人后来 统治台湾的时候 就在当地陆枯沟的那边 就设了一个大陵糖厂 哇 本来那边都是荒芜一片 糖厂一来 热闹了 哇 就这时候 就有很多的风化场所出现 风月场所 还有赌博的 或者异计的 都跑来这了 结果呢 赌博赌输的 或者是在风月里头 当这个风神女郎的 风神女子的 她不如意的 或情场失忆的 也全部在那跳水 有人就说 这个跳水 其实就是之前 日本兵拜如山岛 在那边溺死 抓的水滚 那这样子水滚的越岭 是不是越来越多 是 结果有一天啊 当地呢 在嘉义这边 陆菇高那边 有个布袋戏班 有一个老婆婆 就去找布袋戏班的班主 班主啊 麻烦你哦 到那个陆菇高那边 来表演一场布袋戏 阿伯不对啊 那边很荒芜啊 糖厂那边才有人 你叫我去那边 你就去就对了 只拿去 不过 我给你拜托 你表演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哦 就是不要念 南部阿弥陀佛 就是不要念这六个字哦 我心里想 好吧好吧 可能这个人 是不是天主教的 还是基督教的 他们就去表演 表演呢 他们那时候 是傍晚开始表演 哦 讲得 这个演得非常的热闹 可是后来 戏班里面的这些 每个团员呢 就你看我 我看你 感觉不太对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突然觉得 气温越来越冷了 还有下面在看的人呢 也怪怪的 本来一开始 看起来都像人 后来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脸部的表情 都很猙獰 甚至有的人 可能本来在看 那个楼库高那边的 也还可以360度转头 来看他们的布袋戏 他们日心 你问我 我忘你就知道 怪怪的 他们已经处在了 你刚刚讲了 就是阴阳共处的 异度空间了 那这时候 他们本来想说 没关系 赶快撑到演完嘛 怎么唱 也唱不完 因为天永远没有亮 甚至有人 已经唱到少生了 这时候班主一想 完了 赶到鬼啊 怎么办呢 再想到之前 我刚刚说的 日本人战史这边 都是在鬼月发生的 赶到鬼怎么办 他们就跟这些团员讲 没关系 我们临危不乱 赶快改唱我们的戏吧 改唱 什么呢 就立刻改唱了 我们讲的 这个白蛇传里头 雷锋塔有一段 哎呦 方丈出差 哎呦 发海来了 然后没人心想 班主 你们怎么有这一段 你就唱就对了 好 方丈出场 方丈一出场 那班主 我方丈出场 我要讲什么 你就说 南无阿弥陀佛啊 他就说南无阿弥陀佛啊 就讲完 哎 你以为好事发生吗 没有 戏台突然垮了 对 把他们那些人 所有的都压伤了 但是就在戏台垮的 这一瞬间 是 下面那些所有 可以360度转头的 表情很猙獰的 看起来血流满面的那些观众 全部烟消云散